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有文学创作 还有探索宇宙 这些都是我们人类作为有智慧的生命所创造的 作为今天最后一个演讲人 我只想讲讲我们自己 生命 我的标题是编程生命 看到这个标题你也许会感到有一些疑惑 生命不是机器 我们怎么编程呢 我们为什么要编程生命 我们又该如何编程 我是一名生物工程师 英文叫做Bioengineer 在过去的十多年间 我一直在思考的就是如何编程生命 如何让人活得更加健康 作为一名工程师 我其实有时非常羡慕我的同行们 IT工程师 在过去三十年间 他们利用自己的智慧和创造 已经彻底地改变了我们的世界 从个人电脑到智能手机 到今天的无人驾驶汽车 IT工程师们的创造已经进入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跟他们比起来 生命工程师的创造要小得多 我们也有很多梦想 有很多很大的梦想 但是很多都在路上 比如三十年前我们就在梦想着 使用基因来治疗疾病 攻克那些我们从来无法攻克的疾病 但直到今天 这仍然是个梦想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 生物科技已经飞速发展 有很多梦想在不久的将来 即将成为现实 就用一个词 就是这次卫大会的主题 Empower 科技Empower了我们的梦想 帮助我们把它变成现实 如果说IT是在高速路上 已经飞速行驶了三十年的话 那么生物科技也即将驶入这条高速路 虽然现在速度还不是很大 但是加速度很大 那么在将来 它必将一样的高速行驶 当我们编程生命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什么 其实很有意思的是 我们看一下编程计算机 当我们编程计算机的时候 我们希望计算机变得越来越有智能 越来越聪明 就像我们人一样 所以我们叫人工智能 但当我们编程生命的时候 我们是反的 我们希望生命变得越来越简单 越来越容易被控制 能够产生我们期待的结果 所以这两条不同的编程通路 最终是会合的 但是区别在哪里 计算机是我们人创造的 所以我们知道计算机的每一个细节 当它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们如何去修正 但是生命不是我们创造的 大自然创造了生命 到今天为止 我们知道的还非常有限 当我们面对一个复杂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黑盒子 很多时候我们只能够猜测 猜测下面该怎么做 但是面对这样一个黑盒子 我们可以编程吗 生命科学的进展告诉我们 生命的程序是基因 基因的基本形态是DNA DNA编码了RNA RNA又编码了蛋白 蛋白产生了复杂的功能 信息的横向流动 构成了我们的生命 在每个人体内 都有这样的DNA RNA和蛋白的分子 一旦这种生命横向信息的流动出错 我们就会得病 不仅如此 生命还有纵向信息的流动 DNA会从一代传给下一代 从爸爸妈妈传给孩子们 如果这个过程出错 人们就会得遗传病 当我们编程计算机的时候 我们希望把计算机里的程序 加以改写 产生出非常复杂的功能 比如说我们今天常用的聊天软件 微信和一些好玩的游戏 但是当我们编程生命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考虑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功能 我们能否通过编程DNA 来治疗我们的疾病 来帮助我们预防更多的 可怕的疾病 当我们在编程生命的时候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 这套程序原来是什么 我们需要去读取这套程序 这个过程叫做基因测序 王骏博士在两年前 在同样的V大会的舞台上 已经讲过了基因测序 我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有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视频 我在来之前专门看了一下这个视频 受到很多启发 王骏博士说 基因测序的价格会大大下降 他当时数据显示到了2012年 我把最近三年的数据找到了 放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 基因测序的价格的确下降得非常快 超过摩尔定律 虽然还没有完全的免费 但是大家感觉到基因测序就在你自己的身边 垂首可得 但是基因测序只是编程生命的第一步 就好比你去医院做了很多的检测 很多的诊断 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后期的治疗 是为了治好这个疾病 同样的 对于基因 读取 是为了改写 那么我们的问题是 如果DNA是生命的程序 除了读 我们还能够写吗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 人体是一台计算机 那么人体的 就是一台关于DNA的计算机 一台生命信息的计算机 我们能否像其他计算机一样 给人体添加一些按钮 比如说其中一个按钮 是更改 当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 任何发生错误的DNA 就会自动地修复 帮助我们纠正这些疾病 再比如说另外一个按钮 删除 可以帮助我们删除那些 我们不想要的基因 比如说感染的病毒 另外我们还可以有打开 或者关闭一些基因的这种按钮 帮助我们来精确地调整 这些基因的功能 如果有一天 我们可以把人体 做成像这样的一台计算机 那我相信 很多疾病 我们将不会感到再害怕 很幸运的是 最近几年出现了一项新的技术 叫做CRISPR CRISPR呢 这个英文名字有点拗口 我也没有找到很好的中文翻译 但是它在今天 却是生物工程师眼中的希望 是人们用来攻克 那些很难治疗的疾病的一个希望 CRISPR是什么 简单地说 它就是一把剪刀 它是一把分子 它是一把DNA的分子手术刀 它可以帮助我们精确地 剪切基因的某一个位置 CRISPR由一个蛋白和一个RNA构成 这个蛋白叫做Cas9 是从细菌中发现的 Cas9本来的功能 是细菌与细菌的敌人 进行作战的武器 那细菌的敌人 就是感染细菌的病毒 细菌通过使用这个Cas9 这个蛋白 可以精确地 把它不喜欢的病毒 给剪切掉 去除 而这个精确性 来自于与Cas9结合的这个RNA 叫做向导RNA 大家可以打一个比方 向导RNA就像是一个GPS 一个卫星导航系统 它可以精确地 把这把分子剪刀 带入到基因的相应的位置 切一下 而细胞又有一个 非常神奇的功能 就是基因修复 当你去切它的基因的时候 它就会努力去修复 并且会按照你的指令 进行修复 向导RNA寻找DNA的方式 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我们所熟知的 剪辑互补原理 相信大家学过高中生物的话 都知道 A结合到T G结合到C 那么这就形成了 整个编程 生物的一个基础 我们可以通过 设计不同的向导RNA 来设计不同的GPS 告诉这个剪刀 跑到基因的不同的位置 来编辑这些基因 而通过编辑 我们可以插入一个基因 删除一个基因 或者修改一个错误的基因 那么说回来 CRISPR是什么 它就是两个功能 第一 GPS 第二 剪刀 它可以告诉 这个分子 该往拿走 到了以后切一下 这就是基于CRISPR的 基因编辑技术 2012年的时候 当我还在Berkeley 做博士生的时候 当时就我和 Jennifer Donner 我导师 一起在研究这项技术 但是后来很快 我想到 我有另外一个想法 基因编辑虽然非常强大 但是有时也会犯错 这就好比任何东西都会犯错 CRISPR也一样 如果这种错误 一旦发生在人的生殖细胞里 这种错误就会随着遗传 传给后代 形成新的遗传病 而且很难逆转 那么我们的问题是 有没有一种方法 让我们不必去修改基因的序列 但是同时又改变基因的功能 因为最终疾病是来自于功能的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发明了一种新的技术 我们把剪刀给折断 这种技术叫做CRISPR-I I指的是interference 翻译成中文就是CRISPR干扰 简单地说 CRISPR-I是去除了剪刀的功能 所以它不会对DNA造成任何的损伤 但是它却保留了GPS的功能 所以它仍然可以精确地 跑到基因的某一个位置 同时我们可以对这个基因的 这个GPS编程 加上一些其他的可编程功能 比如一些智能的功能 所以I也可以指intelligence 就是你可以对它进行一些智能的编程 那么这个CRISPR-I有什么用呢 大家知道人的基因组 其实是有两万多个基因构成的 这些基因的细微的差异和不同的表达 构成了我们个体的差异 当该表达的基因不表达 或者是不该表达的基因表达的时候 我们就会得病 而这些疾病可以通过CRISPR-I来修复 假想一下 CRISPR-I就是一把把的钥匙 它可以让我们用来精确地 开关基因组里的很多基因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CRISPR-I 来关掉一些造成疾病的风险性基因 像糖尿病 近视眼和癌症 同时我们可以用这把钥匙 打开一些对我们有益的基因 比如说打开一个增强免疫力的基因 在实验室里我们可以使用很多把这样的钥匙 同时在人细胞里面打开 关闭上百个基因 达到非常复杂的生命编程的过程 那么它的优点是什么 就没有变异 我们不必要担心会造成不可逆转的 不可挽回的这种DNA的变异 到这里我讲了两种基因编程的方式 第一种是修改DNA的序列 叫做基因编辑 第二种是不修改DNA的序列 叫做基因开关 那么它们都有什么用呢 首先我们可以攻克很多遗传病 大家知道遗传病有很多种 目前统计显示 有超过6000多种人类的遗传病 而可以治愈的还不到5% 很多的治疗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遗传病 所以遗传病会伴随着病人的一生 甚至传给你的后代 那么使用基因编程的方式 我们就可以来纠正这些遗传病 因为遗传病的根本 是由于遗传的DNA发生了错误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给修正 生物工程师现在正在使用 这些基因编程的工具 来针对很多种不同的遗传病 寻找解决的方案 像大家通常见的秃头 这是遗传造成的 肥胖 由遗传和环境一起造成的 或者是近视 遗传和环境一起造成的 这些都可以在将来有一天 通过基因编程的方式 彻底地修改掉 所以你再也不必要担心得这种疾病 另外 在研究上 我们非常关注一些影响广泛 同时对健康损害又非常大的疾病 比如说镰刀型贫血症 读过生物都知道 镰刀型贫血症 是生物教科书里的一个经典病例 它的成因非常简单 就是一个编码血球蛋白的基因 发生了一个突变 就这种突变 让病人的一生都没有足够的吸氧能力 寿命大约只有几十岁 二三十岁吧 那么治疗方案是什么 修正这个错误 如果这个错误是由一个坏掉的基因造成的 那么通过修正 我们把这个基因修好了 那么这个疾病就消失了 而且永久地消失了 这也是基因编程能够带来的 任何医学的其他的疗法 没有的一种效果 其实我们可以把人类的疾病 简单地分成两类 我说的这个分类不是医生的分类 是生物工程师的分类 一种是人得了不该得的东西 造成了疾病 第二种是你丢掉了一些需要的东西 造成了疾病 那么什么东西我们不希望有呢 比如说病毒 比如说艾滋病 HIV病毒可以感染人的免疫系统 并且长时间的潜伏在里面 造成免疫系统的缺失 这就是艾滋病 目前治疗艾滋病的方式 主要是通过控制HIV的传播 以及延缓HIV的发作 非常昂贵 而且并不能从根本上消灭HIV 那么我们中国人常讲究 根治治本 那么怎么根治HIV 我们可以用CRISPR捡到的方式 可以把它切掉 最近科学家证明 从基因组理 如果删掉这些造成 艾滋病的HIV病毒的序列 基因序列 那么这个病毒就从病人体内 永久地消失 大家可以设想 如果每一个人都进行这样的编辑 那么HIV就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 人们再也不要担心将来得艾滋病 同样的方法也可以用于别的病毒 比如说对中国人影响比较大的乙肝病毒 数据说 中国得乙肝病毒的病人数量 超过全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 所以中国人 对乙肝病毒是有一种敬畏的 你会想尽量躲得远的 那么乙肝病毒也是一种DNA病毒 它长期地潜伏在我们的肝细胞里 并通过这种潜伏影响我们的肝功能 甚至造成肝癌 既然是DNA病毒 那么就可以通过DNA编程的方式 来加以修改 删除 让乙肝病毒再也不存在我们体内 设想一下有一天 中国再也没有乙肝患者 甚至再也没有任何乙肝的携带者 那会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另外一个我们非常不喜欢要的东西 就是癌症 癌症是由于癌细胞的扩增 繁殖和转移造成的 癌细胞通常非常的顽固 非常难以消灭 而且它可以生长在各个不同的器官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癌症 一个比较惊人的数字是 全世界目前的癌症患者正在上升 仅在中国一年就有超过 400多万的新增癌症患者 有超过200多万的患者死亡 可以说每10秒钟 就有一个癌症患者死去 目前治疗癌症的方式也比较单一 主要是手术切除 或者是大企量的化疗 这些方法可以说 并不能从根本上治疗癌症 只不过是延缓了 在很多时候延缓了 这种癌症病人的死亡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 从根本上治疗癌症病人 把癌症变成一种慢性病 像糖尿病一样 而我们不必要再去担心死亡 有一种方案 就是编程我们的免疫系统 大家知道免疫系统 是我们人体的一道防线 免疫细胞就像警察一样 帮助我们除去那些 我们不喜欢的东西 比如说病毒 细菌 或者是癌细胞 其实编程免疫系统 不是一个新的概念 这个概念叫做免疫治疗 在很久以前 人们就一直在想象着 如何通过免疫系统 来杀死我们的癌细胞 传统的免疫治疗 使用的免疫细胞 会游走于全身各个器官 对很多器官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那我们的问题是 能否通过生命编程的方式 来编程这些免疫细胞 让这些免疫细胞 变得非常的精准 只去杀死 需要杀死的细胞 比如在实验室里 我们正在通过 这种精准的方法 编程免疫细胞 让免疫细胞只进入到肺部 这样对于肺癌的病人 它就只会进入到肺部 去杀死这些肺癌细胞 而不会进入到身体的 其他任何器官 不会造成其他任何器官的 这种损伤 同样的方法 也可以应用于 我们可以编程免疫细胞 进入到身体 其他的任何器官 但是唯独不进入肺里 这样对于某些病人 比如他们的肺部 非常的脆弱 我们需要保护他的肺部 就有非常大的帮助 中国在免疫治疗的研究上 还是非常前沿的 有很多的这种世界首次的临床实验 刚才说了一些 我们得到了一些不喜欢的东西 造成的疾病 还有一大类疾病 属于我们失去了 本来该有的功能 比如说组织损伤 器官衰竭 和老年痴呆 神经系统受到的损伤 那么解决方案呢 可以是通过生命编程 结合上再生医学 来让这个器官再生 最近和斯坦福医学院的 临床医生合作 我们在使用编程 CRISPR干扰的方式 来解决骨再生的问题 大家知道老年人 和糖尿病患者的骨头 如果一旦受损 修复是非常漫长的 那么解决方案 可以是通过编程 干细胞的方式 让干细胞在短时间内 快速再生出 高质量的骨头 而我们的实验 在小鼠模型里发现 本来不可以再生的骨头 通过这种编程的方式 可以在两周时间内 快速再生出 高质量的骨头 同样的方法 也可以适用于 更复杂的器官 比如说再生心脏 让心脏重新恢复功能 肝脏 甚至是大脑 整个人的神经系统 甚至可以让人们 返老还童 最近有实验发现 如果把年轻小鼠的血 打入到年老的小鼠的体内 年老的这种小鼠 有点别口 年老的小鼠 就会恢复青春 恢复认知能力 年轻小鼠的血里 有一些东西 可以帮助年老的这种老鼠 然后重新的这种返老还童 那么同样的这种方法 在我们看来 可以通过生命编程的方式 编程某种干细胞 促进人体的返老还童 西方的医学 大量地依赖于化学 对于每一种疾病 他们的希望是 找到一种小分子药物 这种小分子药物非常神奇 可以治疗这种疾病 但事实是 对于很多的疾病 我们根本找不到 有效的小分子药物 或者是找到的小分子药物 非常地昂贵 因为整个过程非常地繁琐 大家负担不起 那么生命编程 能否在未来改变医学 既然很多疾病 是由于基因的原因造成的 那么我们就应该用基因的方式 来加以解决 而不是化学 所以未来的医学 应该是基于生命本身的 而不只是基于化学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 研制基因药物 通过编程的方式 来研制基因药物 这基因药物可以帮助我们 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 新的疾病 新的病毒 或者是帮我们解决 几千年来 我们都无法攻克的疾病 而因为整个过程 是编程的过程 所以整个过程可以设计 可以预测 就像你编程电脑里的程序一样 所以研发成本会大大下降 使整个医疗系统也更加健康 现在随着人口的增加和老龄化 医疗系统的负担非常重 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样的 那么通过这种新的药物 设计药物的新的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 减轻医疗系统的负担 除了人以外 地球上还有很多其他的生命 通过编程这些其他的生命 我们可以做一些 对人类有益的事情 比如说治理污染 有科学家可以编程 这种微生物 细菌 让这种细菌来非常高效地 吃掉污染水和土壤的油污 从而清理掉污染水和土壤的 这种油污的存在 同样的方法 也可以用于净化水源 净化土壤 除去那些重金属 除去那些有毒的 化学物质的泄漏 当然这些微生物放到环境里 会发生什么样的过程 我想下面还需要一些很多的研究 再也讲最后 我想说一下 基因编程的方式 目前正处于起点 但是它却是希望 它能够帮助我们 克服很多的疾病 包括癌症 包括老年痴呆 包括传染病 包括器官损伤 要想让这个成功 不仅需要生命工程师的存在 也需要产业的存在 需要有一个完整的生物科技产业 来不停地创新 不停地支持 将科技转化为临床 转化为医学 并且将 并与医学完美地结合 其实作为一个生物工程师 很多年以前 我曾经比较疑惑 自己为什么会进入这个领域 大家因为 凡是学过生物的人都知道 生物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的领域 有充满太多未知的东西 失败率非常高 但是我读过一段话 这段话让我感到 我自己做的 对人类还是有些意义的 这段话说 Heal the hurt reverse the time change the fit 翻译成中文 医治伤患 逆转时间 改变命运 我想这也是很多 生物工程师最终的愿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